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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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报警后 当地交警和120分别火速赶往事故现场 并分批将商人送往距离事故地点最近的大方县人民医院 也许是天意 当时解放军第105医院有四名外科专家 在这个医院实施方式工作 应该说5年5时的时候 我们还在梦想 那么这时候就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 20分钟后 救火车呼啸着驶入大方县人民医院的大门 商员被接连不断地送进急救室 总共有39名商人来到了医院 其中有38名需要住院治疗 有6名重肠员危机生命 其中有2名是已经生命出危了 那么需要立即手术抢救 否则的话可能立即就会产生生命危险 更加重一点的就是一个19岁的遗族的一个小姑娘 叫安民的 它是车子翻滚 不用甩出来的 然后下肢就全身翻滚 然后造成一个下肢一个比较严重的灰身症 一看反正是不像人一样 整个面部已经塌下去了 然后双下肢那个是不能看 都血肉横幅的 那个都放在外面 皮肤这骨头都露在外面了 这么严重的伤情必须要立刻手术 按照正常的情况 实施手术需要有伤者家属的签字 而此时受伤的女孩早已不姓人事 她的父母是谁 人又在哪里 当时都无从知晓 那么面对一个脆弱的生命 医生们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它是面部灰尘症 这个陆地骨折 脑界皮漏 基本上是面目全非 然后双下肢严重的灰尘症 最重要的 它当时使你击脱处理 如果的话不及时处理的话 它会造成失血性休克 同时会造成一个窒息 更快就会死 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情况下 医生的职责告诉他们 只能先抢救生命 我们不能等到家属的千万字 再做手术 否则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最佳的一个抢救事情 我们的病人进入水师 所以一个休克早期 血压偏低 心得很快 大概大概三十岁左右 像这么办理一下 马自也曾在有一定的贡献 因为他这个有如第一股 这次血性分泌 我从到可抢的时候 这么马自办理一下 人日式消失时 就是扭出来的分泌 我就会 自然就会 血到次完的 这样也会因此窒息 再加上磨嘴之后 会引起血压下降 将进一步加重休克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手术 但是下足人考虑到 这个病人如果不磨嘴的话 手术一个没办法进行 那么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危险 虽然麻醉做得很成功 但接下来的手术却并不轻松 一方面女孩的面部严重毁损 鼻子等五官已经严重塌陷 不仅需要清理窗面 还要进行相关的整形 就是把塌陷的鼻子等部位进行修复 另一方面 下肢需要截肢 这就需要耳鼻喉科和其他外科医生 两方面同时进行施救 手术难度可想而知 女孩天生爱美丽 如果仅仅救回了她的生命 而没有保住人眼 那她活着该是多么的痛恨 所以就算是在最危急的关头 几位医生还是想到了这一点 然后等生命期间稍稍平稳 同时给她面部的整形神术 然后下肢 青窗截肢 一起同时在做 这是早晨五点多发生的事故 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这个病人稍稍平稳了 我们也一直在前去打 到第二天中午下午两点多来 就说因为这个病情还是很危重 她那个毕竟大发现音来 她有好多条件什么之类 还是不是她跟得上 就是说有些后面的一些后续处理 可能还是跟不上 如果说继续把这个这么重的病人 继续留在那边的话 可能后面的一些肛 还有些好多东西的没办法控制 本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 在经过前期的抢救 已经维持生命体征相对平稳以后 他们认为还应该及时转到 条件好的医院继续进一步治疗 于是几位外科专家 与大方简人民医院领导 共同讨论决定 第二天下午 把伤情最为严重的安民 转移到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那么解放的105医院 他们几位专家 这个通过救测这么一批伤员 他们从18号到19号 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 在第一线 这个在医院的 在县委政府 在医院的同意协调指挥下 那么精心的组织抢救 所有这一批伤员 那两天我们都 应该来讲是36个小时 人家36个小时都在抢救这一批变 都在讨论啊 哪个人的病情重 要怎么处理 还要不能遗漏 经过解放军第105医院 四位外科医生与大方简人民医院的 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 这次重大交通事故中的伤员 全部脱离了生命危险 他们心中只装有人民 装着的就是责任 体现了咱们一个职业军人 对于一种高尚的行政 为此啊 我们省卫生厅 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比较四眼区地位寻属 和大方县位政府 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尤其是我们那些 家属 深深的受到了震撼 觉得咱们的子弟兵真好 虽然安民已经被平安转移到了贵阳医院 但是他在那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四位医生的心里还时时牵挂着 这个曾经在死亡线上被他们救回来的生命 春节前夕 我们的记者随同几位医生 一同前往贵州找到了安民 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遗族姑娘 如今他的家人每天陪在他的身边 身体恢复的也很好 但每当回想起两个月前那场车祸 安民仍然感觉像是一场噩梦 宣伤 把电话等说 妈妈说每天早餐 我去家 我去家 去天 哈曼初日早餐 我处祐 我初日早餐都不及 不及我 他要两次电话 那个女儿劲 我这些痴迹说一直都清醒了 然后又不是要就不是啥 我 我凭你的家住 我的眼睛我看不到 那个时候我好怕 我心里看不到我爸的门 我在平凡里面他住干净的时候 洗到眼上全部包完 所以把眼睛中来看都看不见 人都认不得最初就毁灭了 毁灭一直在归人来 12天了 12天了这样醒你 当少生他爸给你两个宿舍 就不难得活了 安宁的母亲虽然不能接受女儿突如其来的本性 但是他知道是医生们把女儿从死亡线上抢了回来 这已经是福幸中的万幸了 就他姐姐 这个是他姐姐 安明 跟人是我了 因为当时他眼睛都蒙住了 是看不清楚 但是是知道解放军 105医院在这 说话声音呢 他是能辨别出来 去了以后呢 我们就说安明 还认识我们吗 他一下就听出来 当时就说 安明 握个手啊 现在准备很快 今天 当安明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时 他不断地伸出手 几个月前 面临死亡的恐惧时 他也曾绝望地伸出手 是的 就是这几双手紧紧握着他 挽救了他的生命 此情此景 没有太多的语言 却让我们深深感动 看到这儿 许多观众可能感到有些不解 大方县在贵州 而解放军地105医院 是在安徽的合肥 相隔千里之遥 两地的医生 怎么会在一起的呢 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 早在十年前 国家号召支援西部建设的时候 解放军地105医院 就与大方县人民医院 结下了不解支援 2001年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支援西部建设 解放军地105医院 经过多方考察 选择地土偏远山区的贵州省大方县人民医院 实施对口帮扶 我们首批医疗队去了以后 感觉到那边确实 全息少药的情况特别严重 尤其当时那个病房都是属于微房 他们当时在个山坡上 那个大概地址条件不太好 房屋都开掉了 当时大方县人民医院就连最基本的医疗器械都不完备 医疗条件十分落后 考虑到大方县是革命脑区 又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解放军第105医院觉得非常有必要帮助他们 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呢 当时带了一台比较紧 后来第二年大概考虑到他们开始筹划要做新病房楼 然后大概第三年的时候 发动券捐款券了四十几万 他们在我们医院开展 重点主要是新技术 新技术重点培养我们医院的一些空白学科 重点专科 脑外科的开展 心理科的开展 创伤外科的开展 整形外科的开展 这些都是在为开展帮扶工作以前 我们医院没有开展的重点学科 比如说要用完联合麻醉 我们也是第一次开展 我们原来我我就我个人原来连见都没见过 第一次来这次来我一学到了 并且能够实力操作 十年间解放军第105医院已经相继派出八个医疗队 先往大防险人民医院进行对口方式 每一批队员的专业方向都不一样 大概目前来说除掉我们的临床课来说 除掉中医科口强科没去过去 所有的都去过来 为了培养他的医生 我们每年基本上接受他的四五个左右的医生 然后免费提供食宿 在每个月补助400万元的伙食费 这样考虑到他们的生活困难一些 调动他们出来学习的积极性 给院方减击点负担 这样的话 考虑到包括他们能够费 食宿全部免费 那么2000年医院呢 我们医院的牛股收入才420万左右 2002年以后呢 这个每年通过每年的帮扶 那么我们医院的牛股收入呢 这个支付增加 大概每年就是80万左右吧 以80万左右的这个数据呢增加 那么到2008年 医院的牛股收入到了860多万 正是因为得到了帮扶 大方县人民医院各项建设 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为这次营救1118特大交通事故中的商员 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平台 更为巧合的是 去年派往大方县人民医院的 第8批医疗队的队员 全部都是外科医生 有耳鼻喉科的 心胸外科的 普通外科的 还有保障外科手术的 麻醉科医生 而恰恰就是这4位外科医生的完美组合 进一步为紧急救援行动 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而4位医生在紧急救援行动中 能够做到迅速处置 默契配合 还要源于解放军第105医院 长期的养成训练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交通运输业日益繁忙 道路交通事故 呈日益增长态势 几乎每天在全国各地 都上演着不同交通事故惨剧 应该说 交通事故已经成为 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 一个重要杀手 所以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 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 一大重点问题 基于有关部门统计 在高速公路上 发生的交通事故 因为不能遭到 其实有效的救治 有3%这样的一个死亡率 是属于假冲状态 也有15%到20%的 这样一个上行假冲的 这样一个情况 主要是告诉公路远离逝去 没有转业的救护人员 还有救护车辆上去的话 现场的一些民警 和其他的一些人员的话 没办法实施救治 所以导致了一些病情加征 导致了一些死亡率 而120急救中心 大多在城区 远离高速公路 再加上一般发生交通事故 都会造成交通阻止 使得急救车辆大大延迟了 到达第一现场的时间 近年来105医院始终把救死扶上 履行社会效益责任 作为女院防守 为此我们近年来 加达了和105医院的日常救助 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形成了一个绿色通道 救助机制 这样一个工作形式 我们解放军105医院 我们在赫肥周边的高速公路上 又设了五个点 进入了十台救护车 24小时 在我们的进驻点上值班 就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以后呢 我们守这般点上的 我们有医生 有护士 有急救救护车 我们跟交警是伴随严重 解放军第105医院 把急救车停放在高速路 交警出勤点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和出警的民警同步上高速路 确保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 按照当今医学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这个交通事故 遇到的重伤员 就是从发生事故到急救 前五分钟是非常关键 我们应该说在第一时间 或者在黄金时间 我们到达了交通事故现场 为挽救伤员的生命 沿着了宝贝的时间 那么一些伤员 因为有了快速的救治以后 这个很快的话 能够避免了他的赏金甲冲 同时也避免了我们事故现场的死亡率 所以这一块的话 受到了我们社会各界的良好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应激反应 应变能力的提高 也为我们这一次赴贵州大方医疗队 增强了他们的势力和基础 提高了他们的快速反应能力 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贵州大方医疗队 能够出色圆满的完成任务 一方面他有我们105长期的朋友教育 同时跟我们印记反应能力 平时的提高也有很大关系 多年来解放军第105医院 通过对医护人员加强快速反应能力的训练和养成 特别是针对交通事故中的伤员 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急救措施 军事上最讲究的是兵贵神速 解放军第105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正是凭借过硬的业务技能 奔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在死亡线上架起了一个个生命的通道 续写了一个个白衣天使就此扶伤的动人故事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23年来 他翻阅了200多座海拔4000名以上的雪山 足迹遍布了大西北的无人区 他堪称中国第一条数字化铁路的引路者 他的成就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 他的成功让中国测绘军人彰显风采 和平年代 下期为您讲述王明孝的经纬人生